有辆小货车在昨天晚间失控 撞到了武林路旁的高压电线 电箱被巨大的撞击后 连根拔起 造成了当地将近百户停电 而让居民是抱怨连 好端端的怎么会去撞到电线杆呢 原来呢是驾驶他在上路之前喝了酒 车头扭曲变形 小货车整台翻覆在路上 一旁的变电箱也被撞得四分五裂 驾驶的老婆还一度受困车内 动弹不得 传播的就是这名浑身酒味的阳性驾驶 晚上参加酒宴几杯黄汤下肚 还坚持开车不但把自己的货车装翻 还撞上变电箱 一声巨响把附近的民众都吓了一大跳 听到蹦的声音就看他翻覆了 好像有点灰尘还是什么样就不知道 这边就整个暗的 很大声吗 很大声啊我们才会知道 还好驾驶没有大碍 不过变电箱被撞得支离破碎 造成大停电 被波及的户数超过百户 让居民抱怨连连 谈被闯祸的结果 不但点面临酒家教室的责任 还得赔偿台电损失 实在不值得 记者和梦见黄军志新竹报道